1851年 美国作曲家奥德威 创作了一首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的曲子 该曲旋律优美 包含深情 1861年到1865年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这首曲子被人们签上歌词 因其悲伤的曲调 被用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 从此这首传统歌谣 便广为流传 和我认为流传统歌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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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歌曲流传到日本后 日本音乐家 犬童求析 以原歌的曲调 创作了日文歌词 并取名为《旅筹》 于1904年发表后 在日本广泛流传 在日本广泛流传 歌谣 一人的歌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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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恋しやふるさと 懐かし父母 1905年至1971年 1910年李淑彤留学日本 故接触到了旅筹 他被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所打动 产生了创作灵感 后于1915年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 便为此曲配上了中文歌词 做成了在中国传颂至今的 颂别一歌 由于颂别在1980年代后流传甚广 以至于所有人都认为 李淑彤是原作曲者 后此曲更是被翻唱无数个版本 土处说一生能写出这样的歌词 死而无憾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